各位,我是警察公共關係科劉兆邦警司 就著以下幾宗案件,我們有以下的訊息提供給大家 第一宗想說的是一宗刑事委壞案件 在上個月19日早上6時半 這一間在東涌的零食店門口的玻璃被人打爛 而另外一間茶餐廳,同樣地門口的玻璃不被人打爛 整地都是玻璃碎,現場一片混亂 警方經過深入調查之後,鎖定四名男子 在昨天19日,拘捕了一名13歲獨中二的男童 和一名14歲獨中三的男童 他們兩個都住在東涌,警方不排除之後會有更多人被捕 另外,在上個月11日在馬安山港鐵站 有十幾個穿著黑衣的人大肆破壞港鐵站的設施 他們打爛了玻璃後逃去 針對港鐵站的破壞行為 我們昨天拘捕了六個人 其中兩個人是中學生 其他的就是成年人 雖然兩宗案件已經發生了一段時間 但在過去的日子,我們一直有全力追查 任何一宗犯法的案件,我們都相當重視 任何犯法的人都不要認為自己可以逍遙法外 兩宗案件裡面都有學生被捕 警方對於這個現象相當憂慮 我們擔心年輕人忽視守法的意識 一時衝動,鑄成大錯 而留有案底,最終會影響一生 我們再次警告成年人不要帶領 甚至是利用年輕人做違法的行為 亦都勸喻家長和學校提供適切的引渡 以免年輕人誤墮法網,普陷終生 對於有涉嫌煽惑和參與6月21日 包圍灣仔警察總部的被捕人 昨天公開質疑,警方處理他的手機內容 是侵犯他的私隱 警方強調,這一宗案件 警方是特別針對他的手提電話 向法庭申請了搜查令 最後,亦都在法庭批准的情況之下 才拿他的手機去檢驗和取得他手機內的內容 我們對於有人對警隊作出失實的指控 表示相當遺憾 就著警方倒破一個洗黑錢集團的案件 網上有人發起報復的行動 包括破壞提供戶口的銀行 又說要在聖誕節期間 去到各個商場大股破壞 目的是造成大量的經濟損失 這些行為,比黑社會的行徑更加卑劣 其實來近星期日就是冬至聖誕節也快來臨 我相信全香港市民都希望見到和平的日子 任何人都不應該剝奪普羅大眾寬度佳節的機會 警方是絕對不會姑息任何影響無辜市民的行為 我們會密切留意情況,將違法的人承之於法